视察打炸中心行政院长卓榮泰除了勉励相关人员要精进作为 让民众更有感 也特别说起22号那天他和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起讨论如何打击诈骗 放在最优先有争议的暂时摆旁边 我们两位有相同的责任 维护内阁部会首长的专业跟尊严 我也肯定我们两位都会一起努力 把这个责任完全的担负起来 卓榮泰上蓝军递出橄榄枝 但蓝白强推国会扩权法案 除了在国会里造成多次的冲突事件 也引爆民众怒火 自主性的在立法院外集结 让卓榮泰相当有心 非常不忍心看到国会里面 再发生任何冲突的状况 而且也不忍心看到很多的民众自动自发 集会在立法院的门前 他们是在表达自己对国家未来前途的忧心 除了国内的纷争 台湾还要面对中国的文攻武惑 尤其在总统赖清的就职 新内阁才刚上任之际 中国刻意军演 卓榮泰也呼吁中方要克制 别再频频耍少动作 枪炮弹药只是恶意的挑衅 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的价值 什么力量最大 什么力量更为大家所接受 应该心里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卓榮泰马不停蹄 要让民众对于新内阁的作为更有感 明日新闻马深简红 郭凯森剧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